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知道有關公務員宣誓 或者簽署宣誓的聲明的結局已經過了 大局政府說大概有129個公務員不理會 或者拒絕簽署這個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早前大概有200個公務員 這群人應該要是自己離開或是會被解僱 129人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數字都是比較小 會覺得這麼少的 可能在簽署或不簽署都有很大的掙扎 因為不簽署就會飯碗不補 簽署又如何呢 簽署就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像一個緊箍咒 那樣就箍咒著自己 你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這個影響就不是有公做沒有公做 有即聲沒有即聲的問題 影響可能可能變成一個刑事罪行 因為他說你的言行是沒有擁護基本法 沒有效忠特區 這個是很隨意的 指控可以很隨意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等於發表虛假的聲明是會坐牢的 所以很多公務員來說 簽署之後都可能會非常緊小實微 但是問題就是你簽署之後的情況 你可以自己控制 但是你簽署之前所說的事情會是怎樣呢 很多人都擔心會引起所謂的篤灰文化 公務員公務員聯合會總幹事梁囚庭接受電台訪問 他說這種篤灰文化其實已經出現了 他就說不簽聲明的人 公務員相信是屬於年資比較短的 公務員他們很勇 那麼勇就勇了 不就沒得做 他就說推出這個宣誓的要求之後 他收到的消息說公務員那種篤灰的文化 篤灰的文化成行成市 甚至是新入職的公務員被同事截取 入職之前的網上言論來篤灰 都挺可怕 但是這個我們又這麼說 又預料了 文化大革命都是這樣的 如果篤了人出來自己又可以保護自己 有職聲的話 學樂而不為呢 有些人會這樣 人性很醜惡 梁囚庭就說收到局方的數字 他說現時涉及到過萬宗涉及公務員的政治表述 的篤灰的個案 過萬宗 多久呢 就是一個多月而已 但是局方未有任何指引 以緩和現在的現象 他質疑他們沒有決心解決 甚至希望延續風氣 這個我就完全同意梁朝廷哥分析 他真的想繼續延續 整件事因為 有一個說法就是 恐懼 用恐懼來統治 其實是最便宜的 成本最低的 恐懼的意思就是 第一你很害怕 你自己有事 你都害怕別人會 會把你推出 那你就會互相提防 大家互相提防 基於恐懼 你害怕他 於是你就會很謹然慎行 那就是這種 用恐懼來統治的方法 其實是最便宜的 成本最低的 他們是最樂於見到的 這個我相信是這樣 梁朝廷就接受這個 電台的訪問 他說呢 就是拒絕這個簽聲明 擁護基本法校長特區的公務員 其實就是犧牲自己的事業去 測試這個政府的底線 他肯定就不做了 看看你怎樣懲罰我 有些人 我的理解 我認識一些公務員朋友 不是的 不是說你怎樣懲罰我 即是我不簽 我就想著辭職 立刻 我不等你了 免得在這裡 搞到這麼僵 那個關係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我不是很願意做 很多人就 上一刻就走了 外面有沒有世界混 也好 想著年資 錢的 機會成本比較低 年資深的 那就提早退休 這樣 那麼 他說呢 有一個例子 就說有一個新入職的兩個月的公務員 就被同事就截取了入職之前的 社交平台的言論 我想Facebook那類 指控他們轉載的內容有政治表述 這樣 那就交去公務員事務局處理 進職兩個月 就馬上給同事 給同事 這個 就是篤灰 雖然最後的指控是不成立的 但是呢 調查期間要令到公務員 就是 寢食難安 吃又吃不下 睡又睡不著 非常之不安 他就說不少 不少的公務員 知道公務員 入職的時候 要上這個所謂新人班 新仔 部分港者會在班上教 他說 入職的時候 入職之後 應該一次過 剷了社交平台所有的內容 你說多慘 一次過 他可能分中在Facebook裡面 十年八載 怎麼剷呢 就刪了他 痛苦不堪 提醒日後不要在社交平台做任何政治表述 為免惹麻煩 我想不僅是不要做任何政治表述 連你share 人家的政治表述 什麼叫政治表述呢 又是很複雜 譬如 這個 有些歌 你覺得很好聽 譬如ViuTV Chill Club 你覺得很棒 有些歌很好聽 又或者你喜歡黃耀明的歌 又喜歡 一些 又不一定是抗爭歌曲 可能會有些意味在那些歌 你share那些歌 或者是讚那些歌的內容 算不算政治表述呢 我想知道 你說你不要做政治表述 什麼叫政治表述 就正如什麼叫做不效忠不擁護 一樣都是很虛無飄渺的 那麼 那麼 梁朝廷就說 不要做政治表述 現在有過萬鐘做政治表述的篤灰個案 也跟聶德權談過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說 現在的狀況是鼓勵篤灰 這樣 可不可以鼓勵著手處理呢 發放指引呢 但是聶德權沒有回應 那麼他就覺得 是不是政府是 是想這種情況繼續存在呢 那麼 這個節目主持人就問 那些人為什麼要篤灰呢 梁朝廷就說 很多原因的 包括不滿意對方 或者看見你升職我沒得升 要阻止他升職 我也說了 兩個競爭者 在同一個部門裡面 對方的機會很大 唯一讓自己可以 上位的話 就要殲滅對方 是不是 對你先 這樣 所以就令這個情況很加強 很多 很多個人的 仇恨在裡面 或者個人的私怨在裡面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同事之間 大家會互相揭發呢 又或者是老師 會揭發學生 學生會揭發老師 甚至是子女揭發父母 父母揭發子女 大意滅親 其實 他們就比現在所謂辦公室政治的問題 嚴重很多很多倍 可能會變成 肉體上都會消滅 鬥到七彩 被人打到飛起 這個充分暴露了人性的醜惡 我用了一個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說 你在一個政治的運動裡面 一場政治鬥爭 你不想做受害者 因為每人都可能會變成受害者 連劉少奇都會 受害者 鄧小平都是受害者 整個家族都是受害者 那你不想做受害者 你不想變成受害者 你第一時間要出來做家害者 即是你要先把別人推出來 你要先把別人推出來 以示你自己很積極參與這場政治運動 叫做積極分子 那你做家害者 那種家害者 如果你是越家害自己越親的人 你的功勞就越大 連你自己的父母都揭發 連你的子女都揭發 你的功勞就越大 你就越能夠有一個保護罩 保護到自己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那種滅絕人性的 互相揭發 生安白做 喜歡說什麼說什麼 加鹽加醋 存在 然後 那後果是極度嚴重 譬如你的子女揭發父母之後 父母就會被抽套 那你的子女呢 我看過一些描述 就是子女在批鬥大會那裡 去指罵父母 跟他劃清界線 然後那些群眾就出來打父母 然後那些群眾就出來打父母 如果不打死也好 都遍體涼傷 那你作為子女就在 旁邊看著 我不知道會不會 加拳加腳 以示你自己是很積極的 那就是這樣的方法 是可以保護到自己 免受傷害 文化大革命 為什麼會說是滅絕人性 會影響到今天 就是人性最醜陋的面 全部是出來了 就是這樣的原因 就是我不想做受害者 我就變成家去者 香港會不會發展到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是真的不敢想像 但是 這種情況是已經出現了 不是簽這個 聲明之後才出來的 用社交媒體去督灰 很多公司都存在 我這裡說了無數次關於郭泰的情況 百分之百是一樣 郭泰就是 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 有些郭泰的員工 你知道郭泰工會很活躍 也都是很偏黃 有很多事情都站得很前 在這個 反送中運動的時候都說了很多 有一個機師回來香港的時候 就在這個 廣播的時候就說 說香港人加油 因為香港在機場發生 發生一些事情 他們 叫香港人加油 這個機師的 就是說的內容 就被人放了上網 於是就引起 特區政府很大的反應 大陸的反應更強烈 就是說到明 這些機師 這一類的機組人員 如果他是有 參與 有機會參與 這個黑暴的話 這個示威的話 對不起 全部的人是不可以飛大陸 你不可以飛大陸 因為很多航線去其他國家 都要經過大陸 連經過大陸的上恐都不給 這個命令下來了 就嚇到 郭泰就賴屎賴了 於是就 下令要清洗這一班人 怎麼清洗呢 於是做了一個文化 那個文化就是鼓勵篤寬 於是就在辦公室裡面 大家可能一早有些牙齒印 看看對方的Facebook 有沒有這些言論 甚至是自己的群組 他有很多不同群組 機師群組 空中服務員的群組 地勤人員的群組 等等 很多不同群組 看看有沒有這些言論 CAP了圖 這個FacebookCAP了圖 就拿上去管理層 管理層逐個這些人召見 然後就逐個炒 因為大陸說要清洗 那我要做些事情清洗 要做到清洗這個程序給你看 是嗎 那有些甚至我覺得很離譜的就是 坐的士 吃飯 大家說的東西 有人被人錄過音 WhatsApp裡面的東西 被人去CAP了圖 拿上去都成為了罪證 要炒 如果說篤灰的極致呢 一開始 在國泰發生 那有些 國泰的人 就說 很熟悉的朋友都相信過 大家互相提防得很厲害 而呢 Facebook呢 就是沒有辦法了 就是好像現在 說新人班 就是這個公務員 那些導師教 首先做一件事 首先剷掉你的Facebook 第二件事 就不要再發表政治言論 各泰的情況是一樣 剷掉你的Facebook 痛苦到不得了 這個 現在現代人 就不習慣寫書信 又不會寫日記 很少 於是唯一就是用Facebook 做自己的歷史紀錄 我經常都說 Facebook即使 你所謂那個 私隱的 一層一層 設置上去都好 都不是等於不被人看到 有些事就是Friend of Friend 又看到 不知怎樣 我都搞不清 總之你放了些事 上去社交媒體 無論如何 都有機會被人看到 今天呢 你又要更加謹慎 你做公務員 又怕被人篤灰 做普通市民 又怕著違反那樣 違反那樣 這種情況 我覺得 只會惡化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因為 因為特區政府是想出現這個情況 互相提防 互相揭發 是成本最低的 他不怕殺錯良民 有所謂的 嚇你 嚇完你之後 沒事也好 你都會怕的 嚇到鼻孔都沒力 因為你珍惜那份工 你很不容易 考都入工無員 那種刺背的情況 就是 有些禁忌 就是連戴什麼顏色的口罩 上班也有禁忌 你不要戴黃色 不要戴黑色 你可能只可以戴藍色 或者 黃色黑色以外 七彩都可以 不過記住 不會有任何口號 在這裡 譬如說 台灣 鳳梨 菠蘿 菠蘿被大陸禁 全世界 包括香港 都支持台灣菠蘿 台灣鳳梨 台灣有些人 為了表態支持 戴著鳳梨的口罩 你香港戴鳳梨口罩 鳳梨是黃色的 戴鳳梨口罩支持台灣 鳳梨反對大陸打壓 那算不算是政治表態 是嗎 這些是 這些是 我覺得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戴什麼口罩的顏色 他說現在連什麼 梁朝廷說 連茶餘飯後聊天 都不敢談 都不敢談 這個很典型 真是文化大革命 或者有些極權獨裁的國家都是這樣 一個個不同的層次 有些就說 我們談我們自己的家庭 或者是很熟的幾個朋友 談 小小聲地談 在家裡關上窗才好 但是 再發展下去 就是 熟朋友不知道 知人口面不知心 講不講好呢 講還是不講 講幾多呢 自己怎麼想呢 講幾多給他聽 再進一步就是 嘩 家人算不算得過呢 兄弟姊妹算不算得過呢 會不會講自己的真心話呢 再發展下去就是 子女啊 夫妻啊 講不講好呢 父母講不講好呢 對他 這樣呢 就一步一步邁向文化大革命 那你說 文化大革命這麼極端 怎麼會在香港發生呢 你以為文化大革命很極端嗎 現在在中國大陸某些地方都出現了 那些學生去讀老師嘛 是吧 揭發他在課堂講的話嘛 搞到連飯碗都沒有買嘛 那現在有其他的 就是小粉紅 五毛 去讀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嘛 又說他講一些話 怎樣是歐美的核心價值 這樣 現在沒有人敢講的 大陸全部沒有人敢講這些 除了根據主旋律 反美就反美 不過反美就是工作 留美就是生活 現在的情況 香港是向這個方向埋進 國泰先走了 然後就到公務員 公務員十幾萬 將近二十萬 十八萬 其他的公司 其他的團體 學校等等 會不會相繼都出現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這個篤灰的文化 是會繼續 和繼續惡化的 好了 聊到這裏 支持我的Patreon 幾時我的心情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即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或者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閱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